字幕作者 李宗盛 字幕作為主 李宗盛 字幕作為主 李宗盛 字幕作為主 李宗盛 這個箭頭會轉 這首音樂是血腥校園的 字幕作為主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小夥伴們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Morisa 今天呢 我們來玩Friday Nice Shooting 這是一個關於血腥校園的模組 血腥校園相信大家都聽過啦 那我們來吧 好 它有兩個周 那就來吧 困難模式 這個不是那個嗎 奶奶的自殺遊戲 在New Ground上面應該還有 在New Ground上面應該還有 只是不確定現在的人能不能玩 就是他 New Ground應該有一些特別的New Ground Player可以玩 但是目前世界上已經不支援Flash了 所以有些人的電腦可能會 沒有灌New Ground Player就不能玩 對 這個就是那個奈奈的自殺遊戲 對 這個就是那個奈奈的自殺遊戲 她要乳糖不耐症所以她喝牛奶自殺 然後還有那個上吊自殺之類的 很多選項 記得 那個時候 就說 蠢蠢蠢大大應該有拍過 有興趣去看的可以去看她的頻道裡面 那我自己應該是不會拍原本的血腥校園 我是還蠻怕被黃標的 是說這個模組玩起來像第七種 那個特效按下去的特效 長得很像 那她按錯會不會失敗 我試試看喔 好會 所以就完全跟第七種是一樣的 就說今天 嗯今天蠻特別的 沒有Girlfriend 只Pico在唱沒有Girlfriend Boyfriend拿著音響 歌好像變嗨了 外面怎麼回事啊 花花綠綠的 這首歌好像還不錯 對奈奈是為什麼要自殺 喔她嘴巴 有看到她嘴巴旁邊那個嗎 她嘴巴旁邊那個是炮子 她好像是得了那個病 然後 覺得 很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要自殺就對了 為什麼奈奈的補那麼難 為什麼我都沒有得玩 給難一點的啦 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不需要優待我 我跟BOSS打一樣的就可以了 只要不要硬要塞一堆箭頭過來 那種就是塞了整個畫面 滿到會lag的那種 基本上 我跟BOSS打一樣的就可以了 不用優待我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我是覺得說就是 如果你有在跟別人玩 音樂遊戲的對決的話 我是講音樂遊戲的對決 現在晚上了 音樂遊戲的對決之類的東西的話 你就是要跟別人打一樣多的 按鈕數量那才公平 就是不要說別人的按鈕很多 然後你的按鈕很少 如果是這樣子的就是 你跟別人在音樂遊戲可能在 BATTLE 結果你的按鈕別人家少 或是別人家多 基本上都不公平 有效的對決就是 以兩邊都按一樣多的數量為主 然後再來比總分 比總分 啊總分的話就是看那個 準確度吧 總分就是看準確度 那我另外我最近有在玩DJMAX 它是從上面掉下來的 最近有在玩DJMAX 它是從上面掉下來的 然後DJMAX的按鈕是那個 是長條型的 長條型的意思就是 你要準確率打到100%會更容易 我覺得箭頭的準確率是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啊 相對 如果是一個方格的話就很明顯 所以DJMAX上面 我跟人家打那個線上 上面都是一些準確率的那種怪收集 明明我的準確率已經99%了 它還是會贏我 第二個之後 第二個之後怎麼是一把劍 這什麼 這誰啊 這什麼 這也是Pico Pico的哥哥嗎 這個這一點 這個角色我不太認識 不確定是不是二創 好像之前有人在留言告訴我 留言區告訴我說 玩要不要玩恐怖Pico的模組 是不是這個 不太確定 不過我不太確定這個人是誰 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這個角色是誰 是二創嗎 我不太認識 他手上有劍又有槍的 好像那個 惡魔獵人 哈哈哈哈 Devil May Cry 我剛剛好像不小心多按一個 對了這個模組還可以自訂按鈕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我左下角的按鈕是我自訂的 要自訂按鈕的話就是在遊戲中按暫停 然後他會跳選項給你選 可以自訂按鈕 因為他剛開始預設按鈕好像是什麼 DKJ 欸 DFJK吧 我直接按了一堆miss出來 我才發現說 欸怎麼會 可以原來有自訂 你知道嗎 預設給我DFJK 其他的模組預設都是方向鍵 他直接預設DFJK 好同樣還有一個模組也是預設DFJK啦 就是那個炸彈人 炸彈人剛下載下來的時候也是預設DFJK 我覺得DFJK其實我都可以按可是還是喜歡用自己習慣的 就是盡量不要按方向鍵啦 我自己喜歡是盡量不要按方向鍵但是DFJK 因為我玩遊戲是用 玩這種音樂遊戲都是用中指跟無名指 為什麼是中指無名指 就是我告訴你們 就是我玩DJMAX的時候 那個遊戲是六到八個鍵 既然是六到八個鍵 意思就是 你的三隻手指頭裡面 一定要用到後面那兩隻 就是無名指你一定會用到就對了 所以不會用十指跟中指在玩 是用中指跟無名指在玩 那我習慣多出來的按鍵是用十指去控 所以六鍵的時候就是十指 但是如果四個鍵的話就是中指跟無名指 這個模組還不錯啊 除了沒有劇情之外我覺得還不錯 我設定的還不錯 反正 其實有劇情沒劇情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音樂好 人設好就好 當然如果很會寫劇情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會寫劇情 把人設和音樂弄好 其實就是一個好模組 等一下會再玩一個Cassandra的模組 那個Cassandra的模組不知道怎麼搞 我覺得劇情不是很好 翻譯的也很怪 好好的把模組人設之類的弄好就好 音樂人設啦 音樂人設弄好就好 劇情的部分 有些人那劇情啊不知道在寫什麼 有些劇情就真的不知道在寫什麼 不知道要寫什麼時候就塞一堆髒話進去就對了 然後模組的那個人設動作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就比中指 這個 已經變成了那個 Fight Night Funky模組的通病 不知道模組的那個人設 唱歌的時候其中一個動作要塞什麼 欸 比中指就對了 然後不知道劇情要寫什麼 在罵髒話就對了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好現象 好的 接下來呢我們來玩Cassandra的模組 希望前一個模組之後會有第三周 希望它更新之後還有更新啊 那我們來玩這個模組吧 VS Cassandra Cassandra的話是血腥效緣的 主謀 對 血腥效緣一代的主謀 對 血腥效緣一代的主謀 大魔王 大Boss 她是女的 對 她是個女生 雖然她長這樣 可是她是女生 好的 Cassie 這只是個火車站 只要等個火車 然後你就能離開這裡了 B B 蛤 走開 關到你自己的事就好 BB 喔 我知道了 你也在等火車是嗎 BBO SKIPBO 是啊 無論如何 我想這位很酷 她在講酷什麼 火車嗎 哈哈哈哈 走開 藍色小鬼 這裡沒什麼好看的 BBO SKIPBO B 你的名字真奇怪 Boyfriend嘛 Boba 我是 嗯 我的名字並不重要 但我想你可以叫我Cassie B 我不擅長與人相處 所以這感覺很奇怪 SKIPBO 你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 酷 等等 B 姐妹 B 你 你 你在和我的姐妹約會 蛤 不要因為 都是紅色頭髮的 就這樣扯關係好不好 這個模組作者真的是 哈哈哈哈 要把每一個模組想成是平行世界 就只能這樣了 我 BOBISKIPBO 他從來沒告訴過我 我就知道 我 我只不過離開了四年 他就不在乎我了 一如既往的 就像他從來沒有關心過我一樣 BBO 你的運氣用完了藍色小鬼 在這一點上 他可能只是也忘記你了 這是什麼意思 他意思是Girlfriend很多男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 SKIPBO BAPTA 這怎麼那麼難唸 第一次聽到 Boyfriend在唸打的音啊 比場RAP BATTLE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 白癡電玩遊戲是嗎 B 好吧 如果這能 成功說服你的話 BB 喔這個箭頭會轉 欸這首音樂是血腥校園的 喔火車欸 眼睛怎麼突出來 哈哈哈哈 欸 OINPUT 完了 我覺得做這個模組的人 技術不是很好 他連箭頭都 都是歪的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長箭 然後剛剛的劇情也是莫名其妙到一個神奇 我以為我在玩那個欸 沉默的小鎮 哈哈哈哈 暗女巫變成巫 恐懼的大門 乙教的大門 沉默的小鎮2 我不想要知道 但是我必須要知道 琳娜根本要死生產器 如凱茲想住雙人小套房 薩提斯 我真的覺得這個模組沒有調好 很多很多地方都怪怪的 箭頭啊 然後按鈕手感啊 全部都沒有調好 還有劇情 劇情也是亂七八糟 不知道在幹嘛 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完全搞不懂 哈哈哈哈 完全搞不懂 好吧 我想你有幾把刷子 嗶嗶 聽好了兄弟 你當然很酷 但我真的不想一直盯著你 你還不懂嗎 他不值得你這樣對他 哇好長喔 那個被寵壞的噁心婊子 在家裡很受歡迎 可以得到他想要的 他媽的任何的一切 而且不需任何代價 我總是在他的眼裡看到他想要所有的一切都為了他存在 我不明白你是為了什麼而想要他 Skidipoemmdata 因為他胸部很大 我希望你知道他的胸部是電出來的 倒抽口氣的B Girlfriend獲得新稱號了 不是憋尿惡魔 假乃惡魔 假乃惡魔啊各位 我會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邊的劇情也是亂七八糟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反正就塞髒花進去就對了 呵呵呵 我試著再警告你 但你依然顧我 也盲著小魂球 我會確保你知道 他會是這世界上最糟糕的存在 你走錯路了 我的傢伙 這個也是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你確定你想從一個愛發牢騷的妓女 那邊得到你想要的 結果他不過是在玩弄你 B不 你陷入了那種糟糕的境地 讓你的小雞雞被肢解 其實並不好玩 相信我 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 B 讓我們 繼續吧 劇情真的不知道在演什麼 哇這個箭頭還可以歪掉 是怎樣 哈哈哈 老實說我對這個模組的評價不是很好 只是因為他跟血腥效能有關 想說一起拍 把他放在片尾 放在比較片尾後面的位置就好 我比較喜歡前面那個模組 這個就是 因為他有Cassandra所以玩一下就這樣 沒有特別的理由 他做的沒有很好老實說 玩起來像 玩起來是ALL INPUT 對阿玩起來就ALL INPUT 或者是說他的那個 miss之後的那個 冷卻時間卡太久了 這麼長的冷卻時間就是ALL INPUT的一個致命缺點 結果他卻沒有改善他 正常來說不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常見也很明顯沒有調好 然後劇情也是一團糟 就是反正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剛剛講過前面那個劇情就很大中天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要RAT BATTLE 根本就是精神狀況的問題 哇這是怎樣 依照故事 Girlfriend不應該出現在背景 這個之後會修復的 哇這個模組真的是 完全沒有做好 該死的我在哪裡 我他媽的女朋友呢 Boyfriend只好女朋友不見了 就會開始講人話了 你他媽的是誰 這裡發生了什麼 你這樣並沒有任何異議女士 我的女朋友在哪裡 我不想要他在這 為什麼 我受不了他 他不在乎我 我們的父母只希望他能成功 他們把我推到一旁 老天別鬼扯了講重點好嗎 好啦該死 不要那麼GY 你那麼刻薄又不是我的錯 該死 我記 哥的女孩是很火辣 但這開始進入到我不想插手的領域 你爸之前就試過要打爆我的蛋蛋 你媽媽幾乎差點幫我踢下車 這個好長喔 我已經跟一個炸彈 一台烤麵包機 一個骷髏馬人 還有一些他媽的 看起來像冰淇淋甜筒 還有一些其他的怪人對決過 炸彈人 烤麵包機應該是Hex 然後骷髏馬人的話應該是前男友 對不對 我們就不能冷靜一下嗎 由於無法控制的原因 你覺得我被用來製造混亂的感覺如何 你他媽在說什麼 OKOK也許我太咄咄逼人了 無論你經歷了什麼我都不太想太過了 我都不想太過了解 尤其是因為我不想處理你家中的更多問題 我了解你可能有一些家庭牛肉 蛤 我了解你可能有一些家庭問題 但我只想跟我女朋友好好在一起 但我只想跟我女朋友好好在一起 我知道遠離兄弟姐妹並被迫對家庭抱有很高期望的感覺 在此你並不孤單 真的 耶 但是你可以讓我離開這個地方了嗎 我可以 再跟你唱一首歌嗎 有人跟我說我應該更常做音樂 然後我就會讓你離開OK 好 好吧 真的是莫名其妙耶 這個劇情到底在幹嘛 我不想知道但是我必須要知道 恐懼的大門 比較的大門 黑暗女巫 暗女巫 然後你為什麼要變身啊沒有理由啊 好 只是說箭頭 箭頭會飄飾蠻有趣的啊 可是你可以不用前面講那麼多狗屎爛丹的劇情 直接就直接開唱都比都比較有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音樂 放大圖印象 我覺得這個模組真的是不太可以 而且還有很多沒有完成的部份 整個就是很詭異對不對 我不太懂作者想要表達什麼 我也搞不懂他的劇情到底在供殺鬼 只知道塞了很多髒話 然後箭頭都沒有調好 然後手感的部分 按鈕的部分 miss的部分也沒有調好 Girlfriend也沒有好好刪掉 變身變得莫名其妙 就因為他是Cassandra 然後還硬要跟Girlfriend攀關西說他們是姐妹 因為他們都是紅頭髮的 當你硬要扯這一點的時候 你的劇情就支離破碎啦 這個我覺得是近期玩過評價 比較低的模組 真的是比較低齁 我家Bubber還比較完整 每個模組只要輸給Bubber 我就要嘴他幾句 不管你箭頭做得再好還是怎麼樣 在那邊會動什麼的 只要讓我感覺你輸給Bubber 你就是輸給Bubber 懂嗎 好啦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實況 我不是很推薦這個Cassandra模組 他很明顯的 根本就還沒有完成的感覺 而且 真的是很大中天的劇情 讓我搞不懂在幹嘛 前面那個好很多 前面那個真的好很多 前面那個顯現效率模組 相對完整很多 真的好玩很多 我比較推薦各位去下載 前面那個模組 當然這個模組的連結 我也是會放在影片的簡介啦 當然都可以去展開來玩啦 那離開前別忘了幫影片點個讚 那也別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 我是魔衣薩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